我是谁 无间百年遮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人类如果想要尝到甜味 似乎除了冒着被遮的风险攀爬惨蜜 便再也找不出其他的法子 但甘蔗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切 从中国访饰间售卖的影子 到英国贵族乐此不疲的下午茶 全世界80%左右的食堂 都是以甘蔗为原料加工生产而成 这一般的甘蔗种植一次 最多能收获三至六年 而在独庸全世界最常售甘蔗的福建南平 百年遮的素根已有295年高寿 它的甜蜜从清朝年间传至今日 每每逢年过节 当地人都将这百年遮制作而成的红糖 加入年糕 成为一传百年的香甜美味 是甜不是醉 甜味作为五味调和中的重要一环 人类对于这种味觉享受的痴迷 可谓贯穿了整个文明史 为了延续甜蜜滋味 今日的甘蔗已经成为世界上产量最高的农作物之一 年产高达18亿吨 而反观我们顿顿都要吃的玉米和小麦 全球年产量也不过11亿吨和7亿吨 追寻甜是一种刻在基因里的生物本能 它影响着地狱间的饮食习惯 自唐朝史《熬唐法》传入中国后 我国南方地区便开始了广泛的遮糖生产 重油重甜浓油赤酱的菜式也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形成我国南田北咸的基本饮食格局 清敏即化的红烧肉 香酥酸甜的松鼠鲑鱼 脆嫩黄酿的荔枝肉 都成为江南大地曾经糖产丰富的现实力者 而处在重鸾叠仗间的福建南平 更是在甘蔗产量占优之外 还凭借一缕传承百年的滋味独步全国 几白目清脆甘甜的百年蔗 从清雍正四年延续至今 保留着只属于时间的甜蜜风味 甘蔗在苏式的笔下成为甜蜜与温暖的寄托 而在福建南平的松西县万前村 一排排矗立在山脚西岩的百年蔗 同样也正给村民们带去西季与期望 这片种植于清雍正四年 距今约三百年的竹蔗 如今已经成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汁塘甘蔗品种 可就是这片独一无二的传家宝 却一直以来难以走出村民自产自用的困境 松西百年蔗之所以能如此长寿 除了品种占优生态事宜之外 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松西蔗农独创的深耕破龙法 蔗农们深挖土地将多出来的土壤 则堆在甘蔗田间成棋 并在棋上种植豆科作物生态孤单 这一技术可以促进甘蔗更好生长 后来这种独特技术由农业部推广至全国 使得素根蔗苗母产增产500公斤以上 至今仍为我国主要甘蔗产区所沿用 2012年在村民们的努力下 万通百年蔗蔬菜专业合作社应运而生 万乾村的村民入股合作社成为股东 在全县率先实现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 建设起2000多平方米的百年蔗制汤厂 卖出从传家宝通向致富桥的第一步 并在此基础上 积极同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研究 延长甘蔗产业链条 在明北绵延的山鹤里点绿成金 今日的万乾村早已在制塘的基础上 衍生出蔗酒、饼干、糖酥、旅游观光 等百年蔗产业项目 并于2017年全面实现脱贫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2018年,院士专家工作站 在松西县万乾村挂牌成立 两年后,国家级甘蔗科技小院也落户于此 从传家宝到新头好 是万乾村人民在崎岖土地上依靠科技创新 开辟的康庄大道 更是于壁路蓝旅中凭借敏人智慧走出的甜蜜致富路 山路蜿蜒、遮田井然、乔松蔽熙、古墓参天 今日的万乾村在重栏叠杖间耕耘收获 将单一的经济作物种植发展成文明全国的全产业链加工 搭上产业致富的快车 南平开启了追求更加甜蜜幸福生活的新征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